学无量心 修无违法 佛教真的好 是一个无争的宗教 佛教是不争名利的 你们要明白 争名夺利 争到最后 是争空名 夺空利 什么都想争 争到最后 你们争到了什么 如果你们家里现在有五十套衣服 你不也只能穿一套 你有本事把五十套衣服全部穿出来吗 你就是模特 也要到后面 左一套右一套的换啊 你所拥有的东西能够给你多少呢 你这个身体你能吃多少 不就是一顿饭吗 比如去吃自助餐 刚进去的时候 眼睛都红了 两盘三盘 一下吃进肚子 然后就吃不下了 你能吃进多少啊 所以人家开自助餐的老板 真的 有气量啊 如果没气量的老板 还不长的 你们知道吗 在中国有一个开自助餐的老板 看见胖人进来 他要求人家要从这个门走一走 或者重量不能超过多少 否则就跟人家说 你们今天不能进去了 因为胖人吃得多啊 你说 这种老板能开店吗 你怎么不说进来瘦小的呢 人家吃的不多的也有的 你做老板的话 你要懂得心理平衡 如果你心中连这个平衡点都没有 你开什么自助餐啊 学佛就是学一种心理平衡 心理不要去争空明争空力 因为争来争去一切皆空 还有身体来身体去 不都是空的吗 你们告诉我 有什么东西可以争得来的 你们学佛就是要学会放下万元 舍弃假的 把握住真的 为什么说真空 因为空的东西其实是真的 气球为什么会往上走 因为它是真空啊 越不好的东西越沉 所以要平衡自己的身心 修心要修无量心 平衡自己的身心 就是要心态好 比如 我今天被师父讲两句 我很开心 为什么 说明师父还惦记着我 师父今天还讲我 说明师父心中还有我 师父有两千多个弟子 他为什么不说别人 说我 因为师父心中还有我 所以他还会讲我 还会为我好 如果你这样想 心里一平衡 你开心啊 否则师父讲过你之后 你脑子和心在不停地转 就成为你的一个负担了 非但没有改掉自己的一个毛病 而且会想 边上的人会怎么看我 如果你有自己了 接下来 你心里难过 你会执着 你的负担更重 待散会之后 看见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心里会想 他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他会不会觉得我 那你不是自己背着更重了吗 要放下 谁来管你这些事情啊 只有师父才会讲讲 你爸爸妈妈都不会管 现在的爸爸妈妈都很聪明 对孩子都让着走 因为把孩子得罪了 以后连养老的人都没有了 所以孩子做错事 还会说 真好 妈妈就喜欢这样 或者 呵呵 孩子 你稍微当心一点啊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 要当心一点 你跟孩子吵 孩子就跟你崩了 师父不怕 你们跟我崩好了 我有的是人 我有几亿人 等着我去救呢 你们走好了 所以告诉你们 无量心 就是气量大 有无量心 任何心都能够安抚住 心不是就一个吗 怎么叫任何心都能安抚住呢 贪心 嫉妒心 嗔恨心 欢喜心 烦恼心 什么心都有 因为心整个就是一个总部 但它分出去多少个心啊 所以叫分心 如果你把所有的心 全部安抚住 克制住 不要让它们发出来 那你这个量 才会大 比如 嫉妒心来了 就像弹钢琴一样 你把这个琴键弹下去 那个又弹起来 把那个键压下去 这个键又上来了 如果全部压下去 最后就是没有心了 没有心就是开心 无心啊 无心多开心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人家骂我 我也不知道 他骂谁啊 骂我后我又怎么了 一个人不能有心的 有心会累的 疑心生暗鬼 贪心时 你的心就被沾污污染 所以一个人不能有心 大家要把心放下 人常说 放宽心 不会有事情的 哎呀 我就是放不下 掉在那里 你有本事 放下来啊 比如说 他这个病 医生说了 不是癌症 我不相信 你们在骗我 有本事 当医生说 你是癌症 而你不认为是癌症 你看看 你会不会生癌症 这是要有境界的 不是开玩笑 嘴巴随便讲讲的 要安抚得住的 要有能量的 要大量 因为我们的心 整天在 上上下下的起落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不开心 有时候我看着你们徒弟 真的很可怜 你们跑到师父这里来 师父都看得出来 你们这个心来了 那个心来了 你们嘴巴里不讲 还怕师父讲你们 实际上 你们很多心 都在上上下下 累不累 就像坐电梯 上上下下 时间长了 这个电梯 也要坏掉的 所以要经常想 哇 这个人 他这样做他的事情 他一定 有他的道理 你这么一想 你的气量就大了 比如 本来很不开心 洪先生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你突然之间一想 洪先生 这么大年纪了 他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嗯 不要生气 这不就过来了吗 实际上 你这么一想 你不生气 你就舒服了 这就是大量 一个人 能够原谅人家 能够为人家想 是不容易的 所以要用 无违法 来解脱 无违法就是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作为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所以人家说你 功德无量 没有没有 我只做了一点点 哎呀 你真的不失了 没有没有 这就叫 无违法 把自己 看得轻一点 把自己 看得淡一点 你这个人 就活得长一点 活得 更快乐一点 这件事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他是经理 还是我是经理啊 不把我这个人 当回事 好了 这就是有违 自己以为自己 很有作为 实际上 要把自己 看得轻一点 我有什么啊 我无所谓的 你们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们把我放在 哪个位子 都无所谓的 这多开心啊 这样 能够化解 很多的烦恼 无违法 能够解脱 财 色 明 食 睡 你们知道 睡觉都有 孽障的 一个整天 昏睡不起的人 也是一种孽障 澳大利亚 很多大胖子 他们就整天 吃吃睡睡 看看他们 有智慧吗 很多人 话都讲不清楚 因为他睡过头了 就是贪睡 不要睡少于八小时 但是也不要超过 超过就是试睡 这个世界上 越追求就越贪 因为你越追求 你就越贪越多 就是今天有了这个 明天还要这个 那是无止境的 你越是追求 就给你追求的东西越多 听得懂吗 越追求越多 是追不完的 比如 有些人 看到一个女人 想娶她做老婆的时候 哎呀 发疯一样地追她 在她身上花很多钱 花很多力量 等到追到之后 过一段时间 又看见其他女孩子了 眼睛又花在 另外一个上面去了 她没有止境的 你们听得懂吗 这是人的贪心啊 是与生俱来 没有止境的 所以一定要克制啊 越追求越多啊 你的心根本定不下来 你的心定不下来 你的智慧 你的定力 那就没有了 听得懂吗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脱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叫建法 建法是什么意思 建法 就是让你一点一点地开悟 一点一点地明白 就是在学佛修心当中 慢慢来明白里面的道理 听得懂吗 就是渐渐地成就 渐渐地开悟 渐渐地解脱 还有一种是顿法 顿法是指 马上就明白了 就像很多人 跟师父修心的时候说 师父 你这个法门真好 我明白了 我完全明白了 他一下子顿时开悟了 他就一直跟着师父 修下去 他就可以把束缚自己身上的 一切全部放下来 我无所谓 我现在学到这个法门了 我放下了 我知道什么是做人 什么是应该在人间追求的东西 我什么都可以舍下了 这就叫顿悟法 我说过来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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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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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